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21000点港股来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阻力 因为这一轮升幅爬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技术层面上面正好时间线遇到无时间线的阻力比较大 有掉头的一个机会 而且在消息面上正好今天中国公布了CPI和PPI2月份的数据 从数据来看还是通胀的还是有比较大的隐患 整个中国国内的话可能有一个加息的一个忧虑在这里面 对市场来说也是对下降的机会有些比较大 从整个三月份来看 还有一些香港本地地产股的一些业绩的公报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整个投资者对整个本港经济的一个反应 再加上新的一轮有新股上市了以后 可以看到新股上市的定价也反映出整个基金对股市的预测 暂时在前两条消息还没明朗之前 可能在股市在二万零六百至二万一千五百点之内 作为一个窄幅上落的一个走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